好,来,我们看一下尺寸标注 那在我们的那个CAD 里面 上面这一个胶团框 我们之前画的这些都是那个 画线等等 尺寸的地方在这个叫做注解 尺寸它这边是叫做注解 点选注解之后 这边就有看到这边叫做标注 这边叫标注 那首先在标尺寸的之前 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动作 先去设定我们尺寸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所以这边按标注 右下角这边的键号拉下来 这一个叫做标注的刑事管理员 标注刑事管理员 这个图框应该是 就是那个劳动部那边给的 所以这边应该是它本身就已经有设定好了 那这边跟各位解释一下 这标注形式里面有一个叫做斜线 一个叫空心圆 一个叫小圆点 你可以看到这上面的不同的提示 所谓斜线它旁边打的就是斜线 用在什么地方 在我们图面里面 只要是边线就是用斜线 强心的部分就是用小圆点 它标的是石心 那柱心的部分是用空心圆 底下我们看一下 柱心的部分 应该看这边 这是柱心 它用空心圆 这边是强心 用石心圆 那到边的时候 这边可能比较清楚 这是底下是强心 空心圆 上面这个地方是柱心 用空心圆 那个强心石心圆 那到边的时候用斜线 所以这个在目前一般来讲 事务所的基本的规定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里我们就要去设定这些内容 那我们先看空心圆 当我点选这个空心圆之后 进入到这边修改的位置 修改的位置 这里几个项目 主要的话大概是这样 第一个这边线的话指的是边线 指的是边线 那这边来讲的话 它颜色通常我们都是用 这个叫 一般都是用by layer 比较多 它这边是用by block 有点怪怪的 那这里 箭头符号 目前这边两个都是用空心圆 也说这边它就自动用空心圆来设定 箭头的大小指的是这个圆的大小 目前是设定3.4个单位 3.4个单位 那这边原则上建议各位这边可以不用去改 这边可以不用改 那再来的话我们看一下文字 文字就我们要标在上面的文字 目前是设定红色 原则上这边可以直接指定颜色 这边可能没有办法让我们去设定直接指定图层 那文字的高度是设三个单位 文字设三个单位 那通常来讲我们一般来讲的话等一下会跟你讲 好这边直接讲一下 这边有一个叫做主要单位 这里有一个应该是填入了 填入的地方 这边叫整体比例 整体比例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前面所设定的单位我要放大几倍 那原则上建议各位这边把它打成10 设定为10倍 设定的10倍原因是什么 我们刚刚文字不是至高是3吗 对不对 那它的大小10倍 也就是3乘以10 就是30个单位 我的至高就会变30个单位 那你假如说觉得这至高写出来会太大 再来调整这个地方 有可能你需要 假如说我2.5个单位 25个单位 0.25公分就够高的 我们就该改这边 那这是主要填入的位置 改这里 那主要单位我们是用实镜位 那OK 精确度来讲的话 通常这边精确度一般来讲 我们可能都会把它设定为0 我们标出来的就是公分 但是这边可能精确度会用0.0 因为我们有0.5公分的 那建议这边就不要设太多 因为你设为0.多少的话 实际上这边也可以啊 你设为小数点后面两位数也OK 因为你假如说画错的话 可能就有问题 我们一般0.5公分的话 后面的0它会自己帮我们去掉 这边有没有看到 这边它会自己帮我们 后面这个尾数0直接去掉 这边有看到一个叫0一字 所以0一字的话 就是说尾数是0的话 就自动帮我们去掉 所以我们假如说0.50 它会出现是0.5 不会变成0.50 那后面公差对照单位一般来讲比较少去用 建议各位这边就不用去改了 那这边要看的原则上就是这里面线条看有没有问题 然后箭头符号这边的大小 再来是文字的高度 以及我们填入的单位 建议各位这边都是用10倍大 好那改完之后我们就按确定 这个时候我们到时候要标的时候 这个就我们要标的内容是这样 那这里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小圆点斜线 你都要去调整不是我们只调成空心源就好了 好那这里我们再把小圆点的地方填入单位一样调成10倍 文字高度一样改成2.5 那箭头符号这边就是小圆点 好它这边设定有比较大一点 因为圆点跟空心源 圆点会比较小 所以它这边箭头符号把它设大一点 好那这里按确定 再来斜线的部分修改 主要是看这个填入单位有没有对 好目前这个10倍大就OK 好文字这边建议刚刚是2.5 我们就统一就全部都做2.5 那箭头符号这边用1.2 这应该是OK啦 好确定这边就关闭 好那你常用的 你常用的东西 你可以把它点选把它设为预设 否则它目前的设定都就是这一个 好目前都是用这个ISO25 我们把它改成这一个小圆点 设为目前上面这个地方才会看到小圆点是目前的标注样式 这边三个都改完之后我们就按关闭 好我们现在就开始画了 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假如说我先示范这边几个给各位看 好这边一个是标这里到这边对不对 好所以标示的地方你这边也可以随时去改 我这边拉一下改成我们要的这个是叫做斜线 因为我们要标的这边都是斜线的嘛对不对 所以这边直接拉斜线 我们要标之前 可以这样做啦 原则上是这样 比较正常的话你可以先画一条线 当我要标注尺寸的参考线 所以这边画一条线上来 然后我要标的尺寸线是这个地方 要标的是到这个地方 我的尺寸是在这个位置上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点抓出来 好那再做一次注解这边斜线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标的就是用这个所谓的线性标示 否则这边有很多你要标角度标转角标对齐什么都OK 一般我们是用这个线性标注 点选它之后 我们的起始点位置在这边 交叉点在这边 然后拉出来你要标的位置 我们尺寸线我现在放在这个位置上 这样就一段尺寸就标出来了 好那下一段尺寸当然你也可以这样做 我就再抓一次再抓一次再去把他抓过来 但是这样做会很麻烦 好那建议各位 第一个标完之后 这里标注的地方 有一个叫做所谓的这一个 它叫连续式 连续式在哪边 这个叫连续式的标注 所谓连续式的标注就是说你第一个标完之后 你可以一直连续一直往下标 所以我点选连续式之后 这是第一个 然后我的第二段在这边 他就帮我标出来 万一我上面还有的话 我上面往上面200个单位标注一个 不过这样不行啊 他这边可能就是直接让我们去抓他了 否则好像会错掉了 连续式的意思就是这样 你有下一个的话 我们就直接 你要标到哪一边 直接点 再继续往上标 他就一个一个 一段一段 帮你标出来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小数点后两位数 那就这边就帮我们标两位数 那假如说是整数的话 他后面0就不会显示出来 那这里中间这边也是一样 有必要的话 最好自己去把我们要标的位置 先画一条参考线 像这里我们再画一条line 画一条参考线 我们这边去标我们要的东西 这边是标这一个强心到强心 对不对 那强心的话 这边先试试看好了 我现在要标这一段 那这个我们就要用 用这个十心圆的小圆点 小圆点 这里有一个命令 麻烦记一下 我现在要抓这个强心 那目前没办法抓到 对不对 所以有一个命令叫M2P M2P M2P的意思就是 就是说两点去找到中心点的位置 所以点这个M2P之后按Enter 我们去抓 这边可能刚刚没有没有先抓 我现在要标这个线性标示 第一点是要抓中心点 现在抓不到 所以我打个M2P M2P按Enter 我去抓这一点跟这一点 他就自己帮我抓中心点出来了 这样知道吧 然后这边再抓再打一个M2P M2P按Enter 抓这个点到这个点 他就帮我们去抓中心点 那我要标的是这个垂直的方向 所以这边他就帮我们标这个38.5出来 那下一个连续式 我要再标到这边中央点 对不对 一样是M2P按Enter 抓这一点这一点 自动帮我们抓中间点 然后再一个M2P Enter 抓这个点到这个点 就自己帮我们去抓中心线 那这两个位置 他的起始点不对 我们自己再去把它拉下来就好了 那这样我们就完成 我们这边的尺寸标注 多余的参考线就把它删掉 所以图面的尺寸标注大概是这样 有没有问题 最好有必要的话 画参考线啊 因为我们标注的长度都要把它标 一起 标整数的会比较好看 那这边假如说太长的话 我们再把它框起来 这边再去把线条拉短 好 然后尺寸标注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给各位练习看看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各位应该就可以去把旁边相关有的尺寸 可以去把它标出来 最好先去拉参考线 把相关的尺寸的长度都把它标成一样的